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野外 今天的视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做 只不过又到了我们制作美食的时候了 今天又要制作一道美食 制作什么呢 先看看这个 今天要制作的美食是鸡蛋 在野外没有锅的情况下 怎么把这个鸡蛋给煮熟呢 还要用到另一样蔬菜 这是土豆 今天要做的就是用土豆 把鸡蛋给烹饪熟 解决我们的食物问题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 首先要清理一下现场 把现场的容易着火的地方给清理干净 我们要把所有的枯叶和枯枝倒到一边去 中间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些枯枝枯叶很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要在中间的土地上挖一个浅浅的洞 这个图里面有很多树根 这个树根的枝网 网络非常发达 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 可以看见 非常发达的网 把我的铁铲都给弄变形了 不过我们不需要太深的坑 只需要浅浅的一点就行了 好发达的根系啊 我挖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自杀完影 这应该是一种菌类 管它呢 我们做我们的 最好是把 根系给弄断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生火了 在这个户外一定要小心用火 在这个户外一定要小心用火 在这个地方 没什么 就是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里面的所有人 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大 很大 不, 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种独特 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前段时间降温了 穿上了外套 今天又脱掉了外套 病情我满身大汗 火已经早起来了 我们让它在旁边慢慢烧 现在我们来处理鸡蛋和土豆 现在我要把土豆削开 这成为了土豆的一个盖子 用勺子把土豆内部挖出一个空窗 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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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见土豆中间被挖空了 现在我们把鸡蛋打碎 并放进这个土豆之中 可以看见蛋清和蛋黄 全部进了土豆之中 现在把土豆合上盖子 当然需要细竹签把它固定好 我们找几个细竹签 这两根细竹签固定住了土豆 又使它合为了一体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土豆连同鸡蛋一起放进火中 慢慢的闷烧 现在我准备把土豆放进火之中 保持小火 不要把火升得太大了 就这样慢慢的烧 在这土豆的周围都烧起火了 不要用大小火 把火锅馆放进火 排火都把火锅馆放进火 它是电火车的很快 倒点水 在这土豆里面 现在的火有点大 这样下去容易把土豆给烧焦 烧成碳化 所以等火再小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添财了 使用其中的火星 把这个土豆给慢慢焖熟 银桶里面的鸡蛋一起焖熟 这个材基本上烧完了 火也快 明火也快熄灭了 我们不再添财 用铲子冲摸一下土豆 发现还是很硬 现在我们开始焖烧 就用灰烬把土豆给盖住 已经烧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要继续 这个方法也是从别人类学来的 是从一个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学的 看见那个老外也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觉得很好 把它应用到这里来试试看效果 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我们要用泥土把这些火星给盖起来 让它在土里面焖烧 只要等个十几分钟就够了 我们就再等十分钟吧 土里面仍然有温度的 这些温度可以被保存在土里面 并且不会散发烟雾 等待十分钟以后 我们就来打开这个土窖 把土豆拿出来 看看里面的鸡蛋熟了没有 好了 时间到了 现在我们要开轿了 看看我们埋在地底下的美食 是什么样的 这土有点热量 这是我们的美味土豆煮鸡蛋 好了 现在我们把土豆拿出来了 我想看看里面的鸡蛋到底熟了没有 盖着在这 可以看见土豆是已经熟了 这个土豆是可以吃的 嗯 味道不错 鸡蛋不是很熟 但是是因为火候没有调整好 再烧一会就可以完全熟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出色的厨师 我不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能烧好 所以这就是我的技术了 烧菜的技术 我们尝尝鸡蛋 嗯 不错 完全可以 其实我更喜欢吃这种半生半熟的蛋 除了鸡蛋 上面的土豆也是可以吃的 这是一道美味 土豆烧鸡蛋从来没有过的菜 味道相当不错 至少说在野外的情况下 这已经算是非常美味的佳肴了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 这个土豆盖子也得吃掉 除了外面烧焦的部分 嗯 别吃美味 现在我要吃蛋黄 我要继续享受我的午餐 嗯 和煮鸡蛋的味道硬不一样 只不过如果 能够再加热一会 多烧一会就好了 我判断失误 鸡蛋还是偏深 再熟一点就好了 今天中午 就吃这个了 这就是我的午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哇 好烫 哇 烫是我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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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